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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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 毛巴, 剛剛收到一間 村菜餐廳的來信 他們剛剛開始做放題 有四款煲的,分別是 蟹雞煲, 酸菜魚 水煮魚, 和重慶酵魚 全部都是無限量任食任的 還有麻辣小龍蝦 澳洲和牛, 和很多火鍋配料 都是收緊二百多元任食三個小時 事不宜遲, 立即過去看看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片之前 訂閱毛巴的頻道 你們的支持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首先看看OpenRising 這間餐廳叫麻辣小聚 之前我去過他們旺角的總店 今次就去新婚店 在牛頭角 不過如果在地鐵站走過去 都要十分鐘左右 來到的時候 原來是一棟全新的箱下 感覺裝修都很帥 在樓下未入電梯大堂 已經看到他們的餐牌 今次我就主力吃這個 任食三個小時的放題 就這樣看這個餐牌 都很多食物 雖然全層都是餐廳 但就不算很大 座位分開了兩間房 每邊大概六七張四人桌 如果大家人多的話 也可以在包場 詳情可以問餐廳如何配合大家 這裡的任食放題餐牌 剛剛都有提及過 有四款不同的煲 分別是紅蟹雞鍋 酸菜魚 水煮魚 重慶烤魚 這四個煲都是任食的 即是吃完重慶烤魚 覺得不夠厚 可以上多一次烤魚 除此之外 還有海鮮 和牛 和小食 如果大家四個人一齊過來 還可以有多一隻招牌香辣蟹 剛剛說到的配料 小食 全部都是用點心紙來下單 就這樣看都很多食物 特別是他們的小食 都很吸引 好像口水雞 鴨腎 脆魚皮 由於我們今次一行四人過來 很快就上了四個人送一隻蟹 一上桌已經覺得很吸引 一來炒得很香 二來他們的賣相就很棒 有很大個蟹蓋 和兩隻大大的蟹鉗 這個麻辣炒蟹的配料都有很多 好像有花生 蔥 芹菜 辣椒 而它的辣度都很足 雖然是又麻又辣 但辣味又未去到很搶 還可以吃到蟹肉的鮮甜味 我自己最喜歡拿這一味送蔥和花生來送啤酒 之後我們就吃了幾款小食 第一款是涼拌豬耳 他們的豬耳和青瓜絲一樣切到很幼細 調味後吃起來就很清爽之餘 還辣辣的 會令你想繼續追著吃 第二碟小食就是口水雞 他們的麻味比較重 相比之下沒有其他幾款小食那麼辣 還有它的雞是煮得剛剛好 我吃的那件是緊緊熟 還有好滑好野味 第三碟來的是麻辣鴨神 有些青瓜粒墊底 不是太辣但有少少偏鹹 雖然他們切得比較薄 但口感還是有少少硬 我建議一路吃的時候 一件鴨神一塊青瓜一樣吃 梅花間竹一樣可以中和味道 喜歡吃麻辣村菜的人 聽到小龍蝦都是任吃肯定會很開心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一吃的話 就是一盤一盤吃的了 但小龍蝦都算是我的零的突破 這一頓飯是我吃我的人生第一隻小龍蝦 而整隻小龍蝦其實就不是很多肉 只有細細條尾 多數人都喜歡吃它的風味 有少少麻辣 調味有點偏甜 它的尾的肉質有點爽口 彈牙 吃得出有鮮甜味道 麻辣皮蛋我自己是一個情意結 因為多數去淡仔吃米線 我都會跟回一份皮蛋 都是正正常常的發揮 不過正在這裏任吃 原本我見到在點心紙上 有一個叫做香辣脆魚皮 我以為是打邊爐的炸魚皮 誰不知原來是手工食物 即是我們小時候吃的涼拌魚皮 好久沒吃過了 每一塊細細塊 很爽口很彈牙 一點都不腥 說到吃辣食物 就肯定要喝很多東西 這裡正常放題店的飲品都有 啤酒都有三四款 全部在大雪櫃自己拿 很快就來了我們第一個鍋 這個是魔鬼醬紅蟹雞鍋 擺盤就是中間有一邊是蟹 一邊是雞 整個鍋會放上電池爐炒熟多一點點 我們就調了一千度 炒大概兩三分鐘便可以吃 這隻蟹比起剛才我那隻麻辣炒蟹小隻很多 吃起來有一種甜辣味 但沒有剛才的麻辣味那麼辣 這隻蟹相對地沒有我剛才那隻那麼鮮甜 不過雞煲的雞肉挺好吃的 雞胸肉不算很粗口 而雞腿肉也挺爽口 吃完這個鍋之後 有少少意猶未盡 大家可以選擇吃多一個鍋 除了這個雞煲之外 另外三款都是魚 我們就選擇了重慶烤魚 一來到的時候 已經放了很多配料給我們 好像有豆皮、硬豆腐、蓮藕片 鍋筍、木耳、四川寬粉、豆芽 這裡所有配料其實全部都在點心紙裡面 想加多少款都可以 下單的時候記得要跟侍應說 平時在單點餐廳吃烤魚 每一樣配菜都要十幾二十元 放蹄店就是吃那種爽快 一個價錢點多少都可以 這條魚在廚房已經炸過 再放下去烤 所以吃下去很香口 吸收了辣湯汁就更加惹味 吃魚吃到七七八八就可以加湯打火 放蹄裡面也包幾款海鮮 今天是蜆、蝦和聖子仔 而打火當然不少牛肉 這裡有兩款牛肉 今次我吃這一款是澳洲M5和牛 黑豚肉也不錯 沒有豬肉的異味 而這裡的鴨血都頗特別推介 切得很大件、很滑、很彈牙 配這個烤魚的湯底簡直是一流 吃到最後就略嫌太多肉類和海鮮 所以叫了些蔬菜 而這個海帶、四川寬粉都是我的必食 因為兩者的口感都很好 海帶就很爽脆 寬粉就很鮮硬彈牙 但一定要記得要煮久一點 一定要煮到將近透明才好吃 如果不是很韌胃 做多個蔬菜拼盤來打火鍋 就完成今天的晚餐了 今次吃這個村菜放蹄的確是頗特別 因為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見會有 水煮魚、烤魚、小龍蝦任食 而今次這個套餐是旺角和牛頭角分店 同一時間推出 不過牛頭角分店每個人便便宜多20元 所以就看看哪間分店對大家來說便宜一點 這間餐廳叫得毛巴去試食 肯定不少得會幫大家爭取優惠 如果大家訂桌說是毛巴的觀眾 老闆會每人多送一隻鮑魚 所以如果大家去吃之前 記得一定要訂桌 希望大家喜歡毛巴的分享 更加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毛巴的頻道 每一個訂閱對毛巴來說都是一大個支持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